中月节是台湾重要的民俗节日 而农历七月普渡拜拜 玉礼慈会堂也在8月4号 由民众准备丰盛的共品来祭拜好兄弟 所谓自身祈求平安幸福 若能把慈悲的善心普及到更多家庭 也会让普渡更加有实质意义 中月节是台湾重要的民俗节日 农历七月普渡拜拜 玉礼慈会堂也在8月4号 由民众准备丰盛共品祭拜好兄弟 中月节也称为渝兰盆节 是有正面意义 一是晨阳怀念祖先的秀道 为阳世的人祈求平安 二是抽度好兄弟 农金这主 祭拜无主的孤魂野鬼 祝愿早日离苦得乐 共这普提 甲晨年7月1号 我们初会堂 举办一年一度的普渡法会 我们普渡法会主要宗旨是 鲜阳母娘的文化 肯定众生 让他们旁边的 佛亚杰五祖幽魂能够游手 祝祝地方这样的平安 保佑大家平安顺利 为求物尽其用 慈慧堂8月5号上午9点 将会进行爱心物资 转捐赠的仪式 统一发放给需要的 弱势家户以及社服单位 物资剩下来的话 我们按照政工手 给我们的低收入的领社 造册 寄给他们的低收入 来领发物资 发物资明天 从发物资到9点半开始 来承蒙县政府 来指导 还有各机关的协助 希望抛砖引玉 让社会各界的爱心持续挹注 也鼓励大众吸手速暖 使每个弱势家庭 或是社服机构 都能够感受社会温情 让中原普度更决意 记者高双双预阵 采访波动